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声波折 扎小刀看见世界描述中的青色山火字样 心头跳了跳 他瞥向李延 李延果然立刻选择了龙虎山的征兆事件 然而 李延刚准备开启事件 一个红色数字突兀地跳了出来 征兆事件多了一个一千的后缀 和一个四耳猴头的简笔画标志 紧跟着下面是一个流动的沙漏 有其他严辅行走 以一千点数竞标此次事件的开启资格 沙漏停止 开启资格由出价高者获得 李延念沉如水 心念一动 那个数字猛的跳到了一千五 然后 四耳猴头被一只血红色的九头鸟取代 四耳猴头李延不认识 红色九头鸟是自己孤货鸟的标志 两千 四耳猴头再一次浮现出来 李延眼睛都不眨一下 投影的数字像做了火箭似的飙升到三千 扎小刀忍不住出声 三千点岩斧点数已经是一个岩斧行走一次事件的正常收益了 用来竞标事件的开启资格 这钱和白扔没有区别 三千点换少一个八级行走缴 十 扎小刀没有再说话 李延思考角度也没有问题 这次简单的竞标失败不只是没了便利 有陌生的八级行走参与进来 会多出一份变数 变数在三千停了一会儿 眼看竞标时限就要报了 数字再一次跳动 这一次跳到了三千五 四千 李延不假思索 扎小刀心疼的直咧嘴 李延的涨幅不大 但是果断的涨价显然下到了对面 时间再次一分一秒的流逝 一声叮咚响 脸数跳到了四千五 五千 这一回 对面消停 只有扎小刀的刀背 挠动头皮 发出夸夸的声音 就在李延以为就此结束的时候 他耳边传来悦耳的女声 你获得了一次绘画 来源是这次竞标争招事件的长幼图章 长幼四耳 绝壮如猴 实为水祥 剑则横流 出自郭璞 山海经图赞 长幼志 觉醒度达到99% 对外交流的一切信息会显示出其传承的图章 如果有多个传承达到99% 可以任意切换显示 李延对外显示的是孤祸鸟 而对方是水猴长幼 嗯 长幼和孤祸鸟的强度差不多 且同样具备进化的可能 没错 长幼的传承进化就是吴之棋 李延选择接通 对方的语气很冲 亲人对吧 我是五龙丹东的张才 不就直说了 这次征兆我势在必得 锦标的只有你跟我两封的人 他故意停了一下 等李延说话 嗯 张才没有料到对方态度这么冷淡 紧跟着说 我教教你这儿的规矩 咱们找尚未代行者公正 赌斗一场 赢的人开启事件 当然你可以不答应 到时候我的准备落空了 接别的事件一样可以进去 也能给你帮帮忙 他在最后一句话加重语气 傻屁 扎小刀低声骂了一句 好 逗 李延眼浅一干 哎 你要是同意 我开契约 咱们这就开个场子 好 李延惜字如今 原本跳动的红色数字 不情不愿地归零 李延触摸大厅最近的一颗黑色柱子 整只手都没了进去 对方公正过契约后 自己通过眼前这个柱子 就能到达双方公正过的决斗场 李延抬脚要走 扎小刀在他背后补充 五龙丹东我听说过 背后是几名代行者在支持 老板是个女人 代行九尾狐 叫四文基 扎小刀虽然只有九要 但他见识过始主那些占据一方的高位行走 以及那些战争领主 这些拉帮结派的行走 自然落了一筹 被李延虐了一个月的他 完全不担心出入八级的李延吃瘪 嗯 李延唬着脸往柱子里走去 走出黑色柱子 眼前的一切都没有变 还是阴暗的大厅 一望无际的凌厉黑柱子 但是扎小刀不见 前方的黑色柱子里也钻出一个男人来 一米九几 比李延还高了半个头 穿一身打着铁钉子的黑色夹克 破洞牛仔裤子 神色不善 这些黑色柱子空间 延服随时构建 随时崩塌 永无止境 按照莫延服果树的比喻 无尽的黑色柱子大厅 应该是果树的经验 小子 别不服气 以后你要吃的苦头还多着呢 加克男抱着肩膀 对面李延一语不发 他的眼前有异样的字符闪过 内容大意和对方说的一样 只是涉及到他和对方的称呼时 用了各自四耳猴和九头鸟的标志替代 这是一份契约文书的内容 李延眼光在这份文书的 不可贵之人死命一行停留了一会儿 眉头森染皱紧 末尾的公正处一片空白 最后在李延的注视下浮现出了一个金色的熊头 同样是传承的一手标志 长幼和孤祸鸟的风格就像孩子涂鸦的简笔画 而这颗金色熊头却栩栩如生 连鼻孔呼吸的吸动都鲜毫毕露 宛如火雾 两人中间一个两手插头的胖子走了出来 穿一身黄色的脸帽卫衣 步伐嚣张 脸上油光赠亮 莫 胖子看了一眼黑丁衣大汉 又瞥了一眼李延 咳嗽一声 呃 我赶时间 开始吧 他肥瘦的五根手指往下一切 两道投影拔地而起 传承的气势上倒是不分伯众 那名长幼传承 名叫张才的加克男 呼了一口气 抬头和李延对视 他眼睁睁的看着对方原本黑色的瞳孔 一点一点被金色的粒子充填 瞳孔如同裂开的尺窗户 裂开一道金色树缝 双方的传承强度明明不分伯众 可面对那双金黄色的瞳孔 张才即刻沉眠于一种 无尽的无力和恐惧当中 像是赤裸裸的 站在一头史前异兽的面前 亦或面对在物种上 完全碾压自己的天敌 他干张着嘴 喉咙像是被舌头堵住 半句话也说不出来 天命雅克 往常只对杂兵起作用 对哪怕有一点威胁程度的敌人 都是清风拂面的杀起窝洞 在天命雅克对李延的强化后 居然对同为八级行走的张才 生效了 只有十分之一的呼吸的时间 张才神志为之一清 再一睁眼 那张怒火凌冽的张狂面容 几乎撞在自己脸上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浮暖文化制作的精品多人剧 从孤祸鸟开始 作者 胡尔盖 演播 三山净水 刘兆坤 蔡星纯等人 喜欢本故事 请直接订阅本专辑 我们下一期 再见